自由主席 好 再下來 就是找資料 大家 有過找資料的經驗嗎 就是包含呢 像現在 其實 大家現在 現在處在一個資訊爆炸的時代 有一定的幸福度 就是因為你有網路 然後隨時上網就可以找到 前人可能要花一年早的時間 才找得到的資料 所以你會發現你現在只要上網打keyword 然後找出來的資料 也許以前的人要跑 好幾時間圖書館 跑到這個國圖 握個好一個月才能挖得出來的東西 好那所以網路搜尋還有實體空間搜尋呢 這些都是找資料的時候你會去面臨的 那一般我們網路搜尋可能包含期刊論文 那期刊論文有期刊論文的資料庫 比如說在人文領域的話 我們常有HCI這個 是常去做的 然後語言學領域應該是MLA 因為這邊 常就是一些語言學有關的期刊 是在這個資料庫裡面 所以如果你要找語言學相關的訊息 當然都是英文的 如果你要找相關的訊息的話 這兩個資料庫都是有可能的 但是MLA可能比較多一點 那最近還有一個 就是2004年 有出來一個新的比較整合型的資料庫 叫做Sculpus 有沒有人看過他 Sculpus 應該念Sculpus吧 有沒有覺得這個 這個就是我們那個語料庫Corpus 好 那 那 如果沒有看過的話 沒有關係 我也是這一次才看到他的 那我昨天上網找了一下 欸 還蠻好用的 等一下實驗給你們看 那另外如果是實際找書的話呢 你們可能可以去找到就是在學校 在台灣的話它有 全 全國圖書館有一個聯合的網頁 在NCL 這裡 這是全國圖書書目資訊館 那你在這裡可以找出 你要的就是 輸入你要的完整或部分的提名啊 然後就可以 看看有沒有這個書 然後去找出他在哪個圖書館 你最近的圖書館哪裡有 那除此之外呢 現在其實都可以透遊管器合作 不見得說那個圖書館很遠 你就一定要跑去 透遊管器合作 如果你有時間的話 可能兩三個禮拜 它東西可以傳到你手上 好 所以 雖然我們學校圖書館的書很少 所以這時候就更要利用 這個功能 然後你可能會找到 一些跟你研究有關 可以有幫助的資料 好 那記住有的人 之前就跟我說 嗯 他要找資料研究 結果找的 找到的東西很少 然後 可能只上網找了一下 中國期刊網 然後就跟我說沒有找不到 這樣是不對 你在找資料的過程當中 事實上是要試鏡各種可能性 包括這種圖書館資料啊 網路搜尋 然後或者是 剛剛的我們比如說到 書店 不是 圖書館 實體去找 都是要做的 還有一個是像網路書店 大家有沒有去 上網 買過 這也是 網路書店 即使你不買書 它其實也是一個 很好的 很好的參考資訊 好 比如說 Amazon正在拍賣 這裡 嗯 你有時候去 打出一個你想要的 title的時候 然後 你打出你要的一個主題 然後他就會出來這個主題 相關的一些書 有哪些 那你當然不一定要買 可是重點你可以其實可以去看 看他寫的介紹 然後就知道 大概有哪些新的概念 或是大概知道這本書在講什麼 然後可以衡量說 就是你在找文獻回顧的時候 你在找文獻參考資料的時候 可以利用這樣的方法 先看他的材料 看看他討論的東西 跟你要討論的相不相關 然後再來決定 你要不要去努力 借到這本書 或者是買到這本書 那事實上現在這個 如果確定上面有 有些書 對你而言真的是很有幫助的話 現在買起來其實也很快 就是一兩個禮拜 應該是一個多禮拜就會到你手上 因為他都寄那個什麼 那個是什麼HS啊 D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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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WOW 他都寄快定就對了啦 UPS 想到了 嗨 說寫太多了 完全 混在一塊 然後 我們剛剛在哪 當然台灣的也有書啊 就是這個博客來網站啊 或是其他的 我想你們也有 同樣的 就是上網去找這種書的資料呢 好處就在你可以先看簡介 然後你在家辦頁也可以看 不用出門找 然後找完的時候 如果你確定那本書你一樣 你就下訂單 反正你不用出門 你可以繼續忙你的事 等那本書送到你家旁邊的便利商店 這樣子 好 那再下來 有的時候我們也可以去找學位論文 那學位論文的其實大家都知道 全國有博受試論文的一個綜合網站 然後各個學校 他事實上也有他自己博受試論文的網站 都是可以去參考 好 然後搜索引擎像是Google 或者是Yahoo 他們都有自己的搜索引擎系統 也是你可以去參考的 就是 那 有時候 我想你們大家都知道 這個Google跟Yahoo 他這個可能是比較大的兩個系統 他這兩個系統採用的方法不太一樣 所以你可以試你的需要 Google是直接去看全文的內容 找出相關的關鍵字 Yahoo比較是看那個網頁的title 好 所以 這個兩個嵌入點不一樣 找出來的答案會不同 那你可以從兩個不同的觀點去找找看 哪一個東西比較符合你的需求 好 那我們 剛剛 剛剛介紹Scopes這個東西 你一定很陌生 那 這個是 在台灣他也有網頁就是 他這邊介紹了Scopes是全國最大型的科學文獻資料庫 然後他所涵蓋的這個摘要跟你用的文獻來自4000個國際出版章的1400多種期刊 而且每日更新是重點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他到底有什麼好處 那他認為他採用的檢索 是一個直觀法的 好 我去試用了真的覺得他好像比MLLA跟AHCI相比他比他們好用 因為我以前在試MLLA搜尋的時候我老是失敗 找不到我要的答案 但是 測試這個的時候還蠻簡單的就是 他很 他很友善 user friendly 就是 他是站在使用者的角度思考來設計這整個軟體 你看到這個東西 你直覺的會怎麼樣去想 好 好 假設 你會想說他剛剛是說科學文獻 那到底有沒有語言學 好 我有測試了 是有的 你可以看到他可以用and的鍵來連結兩個條件 或者是over and not這樣子的排除方式 所以你可以用這兩個不同的條件加進去 或者是排除來設定你要的東西 好 那如果我想知道是Chinese有關的 然後又想知道是Phenology這個領域 我們就可以用Chinese and the Phenology 兩個搜尋打進去 那這個時候呢 我第一次找的時候 因為發 找出來的資料不多 後來才發現 因為在這裡 他設定你去搜尋的是 article title abstract keywords 這個部分 所以他找到的資料會比較少 但是你可以去 跑到哪裡呢 跑到 跑到 all fields 這是所有的地方 包括全文啊 abstract 所有的地方 只要有這些關鍵字 我都幫你找出來 然後就直接去search search之後你就會發現 欸 只出來這幾筆嗎 不是 他是 這是一個比較少的 但是如果你要看比較多的話 比如說他就是出來有這幾筆資料 這三筆 三個期刊 那這三個期刊裡面 各有哪些資料 那你覺得三筆不夠 就按more 出來了 更多筆 那如果還是不夠 還是可以加的 好 那如果鎖定其中一個 我那天 那 我是找了lingua lingua 這個 他是研究 比較 語言接觸 現象的 那所以 你可以 你選了lingua之後 你可以就是 limit to lingua 就是只看lingua的材料 然後進來的時候 他就是lingua這個期刊裡面 有16筆跟chinese 還有跟phenology有關的 兩個交所 有關的東西呢 那這時候 你就可以看到這16筆 那這一本書的 這一個期刊的好處是 他相當的大方 就是 你直接在前面 在裡面就可以 所以說 這是何萬順的 justify part of speech assignments for mandarin gay 然後 他這邊你點進去的時候 就是你點剛剛的那個 view and publish 這個 他有可以 這個面是 actured plus reference 這兩個 你也可以看到 就是直接看到 摘要跟參考書目 通常這兩個 就是你在搜尋過程 很有用的 你在剛開始 找文獻的時候 你通常都是 先看他有哪些 摘要內容 會介紹他這篇文章 要講什麼 然後他參考的哪些書目 很容易就可以累積你的參考書目量 你可以去看的一些可能的書籍 好 那如果你去點這個view and publish 你就會發現說 在這個liqua這一篇 這個期刊裡面呢 他可以給你全文 GDF檔 所以你可以去測試 我不知道有多少會給全文 但是至少這邊有給全文 我們去找個language language沒有給全文 但是他有摘要跟參考書目 就是另外一個其他language 那當然你看了 其實摘要對你在搜尋資料而言已經夠用了 就是你先找完確定你需要的時候 再去找全文也ok 那像是lingua這邊 這個就比較大方 他就把全文都提供在這裡 所以你可以蠻輕易的就找到全文資料 好 所以剛剛有沒有覺得 其實scopus還蠻好用的 沒有感覺 但是 怕 並不會用它 那個找不到中文 啊 啊 啊 找不到知道中文的 欸 恐怕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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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